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亚马逊准备推出其最新的人工智慧,BI晶片,因为这家大型科技集团寻求从其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中获得回报,并减少对市场领导者回答的依赖。 亚马逊云端运算部门的高管正在大举投资客制化晶片,希望提高其数十个资料中心的效率,最终降低其自身以及亚马逊AWS客户的成本。 这项工作由位于奥斯汀的晶片初创公司Annopona Labs牵头,亚马逊于2015年初以3.5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 Annopona的最新成果于12月展示,届时亚马逊将宣布广泛提供Trainium-2,这是旨在训练最大模型的AI晶片系列的一部分。 Trainium-2已经在接受OpenAI的竞争对手Anthropic,其已获得亚马逊40亿美元的支援,以及Databricks、德国电信、日本理光和Stockmark的测试。 亚马逊、AWS和Annopona的目标是与辉达竞争,后者凭借在AI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亚马逊、AWS运算和网络服务副总裁Dave Brown表示,他们希望成为运行辉达晶片的最佳场所,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采用替代方案是有益的。 亚马逊表示,其另一款专业AI晶片Inferentiary的运行成本已经降低40%,可用于生成是AI模型的响应。 亚马逊现在预计2024年资本支出约为7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技术基础设施。 在该公司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执行长Andy Jesse表示,他预计该公司在2025年的支出将更多,这比2023年全年支出484亿美元有所增长。 包括微软和Google在内的最大云,提供商都在大局投资人工智慧,而且这种趋势几乎没有减弱的迹象。 亚马逊、微软和Meta都是挥达的大客户,但他们也在设计自己的资料中心晶片,为他们所期待的AI增长浪潮奠定基础。 Futurum Group的Daniel Newman表示,每家大星云提供商都在狂热的转向更垂直化,如果可能的话,向同质化和集成化的晶片技术堆占迈进。 Neum指出,从OpenAI到苹果,每个人都在寻求打造自己的晶片,因为他们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利润率,更高的可用性和更多的控制力。 在开始为AWS构建Nitro安全晶片后,安纳托纳已开发出几代Graviton,这是基于ARM的中央处理器CPU,为英特尔或AMD提供的传统伺服器主力机提供了低功耗替代方案。 Tech Insights分析师G. Dan Hutchison表示,AWS的一大优势是,他们的晶片可以使用更少的电量,他们的资料中心可能可以更高效。 他说,如果挥打的绘图处理,单元GPU是强大的通用工具,就像汽车界的修旅车,那么亚马逊可以针对特定任务和服务,优化其晶片,像是紧凑型先辈车。 然而,到目前为止,AWS和安纳托纳几乎没有削弱回答在AI基础设施方面的主导地位。 回答在2024采年第二季度的AI资料中心晶片销售收入达到263亿美元。 这一数字与亚马逊在其第二财季宣布的整个AWS部门的收入相同。 据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因于在安纳托纳基础设施上运行AI工作负载的客户。 至于AWS晶片与挥达晶片的原始效能,亚马逊避免进行直接比较,也不会将其晶片提交给独立的效能基准测试。 More Insights and Strategy晶片顾问Patrick Mohead表示,他相信亚马逊声称, Training 1和Training 2之间的效能提升4倍的说法是准确的,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审查该公司。 但效能数据可能不如简单地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那么重要。 他补充道,人们欣赏挥达带来的所有创新,但没有人愿意看到挥达占据90%的市场份额。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11月欧洲开放创新平台OIP论坛上宣布, 该公司有望在2027年认证其超大版本的超大尺寸CoOS晶圆上晶片封装技术。 该技术将提供最高实现9倍光照尺寸、Retical Sizes的中介层尺寸和12个HBM4G一体堆盏。 新的封装方法将解决效能要求最高的应用, 并让AI人工智慧和HPC高效能运算晶片设计人员能够构建手掌大小的处理器。 台积电每年都会推出新的工艺技术, 尽最大努力满足客户对PPA功率、效能和面积改进的需求。 但有些客户需要更高的效能,而EUV曝光工具眼膜限制858平方毫米是不够的。 对于有更高效能需求的客户来说, 这些客户就可以选择使用台积电CoOS技术封装的多晶片解决方案。 近年来,该公司提供了该解决方案的多个迭代版本。 最初的CoOS在2016年实现约1.5倍光照眼膜尺寸的晶片封装, 然后发展到今天的3.3倍眼膜尺寸, 这使得可以将8个HBM3堆占放入一个封装中。 接下来,台积电承诺在2025年至2026年退出5.5个眼膜尺寸的封装, 最多可容纳12个HBM4G一体堆占。 然而,这比起该公司的中级版CoOS仍相形建筑, 后者支援多达9个眼膜尺寸的系统级封装SIP, 板载12个甚至更多的HBM4堆占。 该9个眼膜尺寸的Super Carrier超级载体CoOS, 为Chiplet等晶片和记忆体提供高达7722平方毫米的面积, 具有12个HBM4堆占,计划于2027年获得认证, 推测它将在2027年至2028年被超高阶AI处理器采用。 完全希望采用台积电先进封装方法的公司, 也能使用其系统及集成晶片SOIC先进封装技术垂直堆叠器逻辑, 以进一步提高电晶体数量和效能。 事实上,借助9个眼膜尺寸的CoOS, 台积电希望其客户将A16晶片放置在N2晶片之上。 然而,这些超大型CoOS封装并非易式面临着重大挑战。 即便是5.5个眼膜尺寸的CoOS封装, 也需要依赖超过100乘以100毫米的基板。 这一尺寸已接近OAM2.0标准尺寸102乘以165毫米的限制上限。 而追求9个光照眼膜尺寸的极致情形, CoOS基板尺寸更要疯狂突破, 可能将采用超过120乘以120毫米的基板。 这无疑是对现有技术框架的一大挑战。 如此大的基板尺寸将影响系统的设计方式以及资料中心的配备支援, 特别是电源和冷却。 每个机架的电源功率达到数百千瓦, 需要采用液体冷却和浸磨方法, 以有效管理高功率处理器。 总体而言, 台积电未来这种规模的基板尺寸具大变革, 不仅深刻影响着系统设计的整体布局, 同时也对资料中心的配套支援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 尤其是在电源管理和散热效率方面, 需要更为精细的考量与优化。 未来台积电希望采用其先进封装方法的公司, 也能利用其系统集成晶片SOIC垂直堆叠其逻辑晶片, 以进一步提高电晶体数量和效能。 从而最劲爆的一种搭配成为可能, 借助9个光照尺寸的CoOS封装技术, 台积电预计客户会将1.6nm晶片放置在2nm晶片之上, 因此可以达到极高的电晶体密度。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